嗨 大家好 我是李欣 今天我要做的是明星網紅的珍奶盲冊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選手 第一位就是丫頭的不要對我尖叫 然後我點的是原味鮮奶茶加白玉珍珠 然後微糖微冰 第二杯是閻雅倫的茶明載波 然後我點的是古樹厚奶紅加珍珠 然後一樣是微糖微冰 第三個是老蕭 那很熟 叫老蕭 蕭導師 等一下 在那邊什麼我看一下 蕭敬騰的 屬名植茶 經典波霸阿薩姆歐雷 然後微糖微冰 第四個是 Lulu還有小樂無思嫻一起開的 Coffee Tea Oil 然後我點的是密曬純奶茶 一樣是加珍珠 然後微糖微冰 第五杯就是滴妹的再睡五分鐘 然後是日安紅珍珠 我點的是濃茶系列的 微糖微冰 這五杯這五加我從來沒有喝過 然後等一下我就會用戴眼罩的方式遮住來盲測 這邊是人家幫我買的 它這個沒有封口 它是像那種咖啡杯蓋 所以奇蹟測的時候超容易噴出來的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點不方便 因為我們這其實很零食 本來是想說在台北在家裡測 但是因為 顏雅倫的這個茶明在播 它在台北沒有電 所以我們就來台中做這個測試 然後老蕭這邊 我們是去新竹買的 有點零食 才沒有戴到眼罩 欸 欸好了 好 開始 好期待喔 今天很幸福 可以吃到很多珍奶 就第一杯 咬一咬 喔好甜喔 這個好甜喔 茶味沒有到很濃耶 這珍珠有一點點點 不是軟爛的那種 它是偏硬的Q 等一下我要猜 這個應該是 所以確定了嗎 答案是 是署名紙茶 應該是 我猜了我也不知道 最後五杯再來選擇 我最喜歡哪一杯這樣子 好 已經剩了兩腿 是不是 喔這個茶味也比較重喔 比剛剛那杯好喝 然後它的珍珠 比剛剛那更好吃耶 更Q 我好像知道喔 這珍珠很甜耶 真的是極美的 OK好 這杯是怎樣 它是三杯裡面最香微甜的 它茶的味道也沒有特別明顯 奶的味道也沒有特別明顯 就是有一點沒有那麼明顯的一杯奶茶 通常奶茶就是 要嘛茶味重嘛 要嘛奶味重 要嘛就是調的很剛好 就是完美喝到奶茶的比例 那這個就是 兩個都淡淡的 珍珠目前是 第二杯最好吃在四個 然後這杯的茶有點 就是有一種 泡比較久的味道 然後有一個茶葉的味道 會讓我覺得 欸 又不搭 應該是Lulu啊 下一杯 這個 這個還不錯耶 這杯也是很接近微甜 這珍珠有蜂蜜味耶 我知道它珍珠什麼味道了 就是有一個蜜糖的味道 很像 旺宅小饅頭的味道 旺宅小饅頭 嗯嗯 你幾歲還有吃過旺宅小饅頭 小饅頭就是有個蜂蜜的味道啊 你看珍珠為什麼大小力 這什麼 五十蘭 混珠嗎 吃到後面 太甜了 一開始咬下去 那個蜂蜜味 哇很香 但是越咬 越甜 欸我剛剛是第二杯猜誰 一妹 那現在不就剩下 這應該是鴨頭 我靠 繳過了 老婆給人家露出來啊 我怎麼會這樣 我還是太好喝了 裡面最好喝的 這邊是這五杯裡面最好喝的 這個的珍珠 比第二間再軟一點點的珍珠 但是也很好吃 最喜歡第二間 這是黑糖珍珠吧 剛剛第三杯就是我說 茶味也沒有突出 奶味也沒有突出的那一味 這個就是 茶跟奶 你兩個都喝得到 你不會覺得好像就沒什麼味道 這個就是都很濃 所以 等一下 它可以答案了嗎 它就只是 查明在播 查明在播 對 好飽喔 1 2 3 4 5 OK好 你可以轉開眼睛了 全部猜中了 我全部猜中 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嗯 第二杯珍珠真的很好喝 珍珠最好吃的就是這間 D-Main的這個 再睡五分鐘的 日安紅濃茶珍珠OLE Q度也有也不會太軟爛 然後 這一杯的茶最好喝 奶的味道 跟紅茶味道 都有出來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 明星網紅珍奶盲測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